所以我很推薦的是巴黎的Outlet 那巴黎的Outlet 是往迪士尼的那个中间那一个吗 对... 往迪士尼那一个 就是如果你一直做那个RER线 一直做到底 在迪士尼的前一站就有了 而且它全棉无休 对 我在那里买过一个 两件MAXMERA的外套 MAXMERA不是很流行那种长的 毛泥的外套吗 然后我在那里挑的时候 我买一件黑色 我现在回来才觉得它好漂亮 两万多块钱台币 可是我回来看到 现在MAXMERA的那个店里头 这种长大衣 它最少五万到六万以上吧 杰瑞姐妳最近应该还要再去一趟 因为它又擴建了 比如说包括Jim 它擴建那里不便宜啊 没有 你去你就会觉得超级 因为它连Jimmy Choo都有了 然后都去Gabana 而且Clinclined Jim什么都有 就夸张到 然后我每次进去 有一个好的时间点是明年说 那个生根可以不用再嵌了 真的吗 所以以下就可以省掉牵状了 对 而且那个 其实那个外套非常容易去 对 很容易 很容易去就是 反正你到那里就知道 该怎么去那个地方 或者是如果就是 就是更喜欢买当季的人呢 去芭蕾的时间可以选择 农历我们过年的时候 二月初的时候 或者是暑假大概六月底 六月中就开始 他们每年都会有两次的大打折 这两次的大打折呢 就造就了我 就是也拜了不少东西 所以说这双Chanel的鞋子 我记得它的原价大概是 五百欧元左右 两万 两万五耶 差不多嘛 就 两万快三万块钱 又要 可是我大概只有买 一百一十块欧元 算了 就是几乎就是不到 百搭 对啊 这种是百搭式 那是在其他的国家 是没有打折的 是不可能打折的 对 在上海有买过它的折扣箱 你可能买山寨板的 没有 它有钱 对 他们有 其实有 它打折的东西会藏起来 它不会百搭 就是藏起来 除非你问 你说你是VIP就来 对 我找了这双鞋 因为我那时候 看我朋友脚上这双鞋 我就很喜欢 因为它前面有包 后面是露的 对 那我就很喜欢这鞋 可是我在台北 我看到它穿了 我就很喜欢 我就通到台北去买 没有 已经卖完了 然后我就到香港 没有 卖完了 然后香港的那个机场 没有 也卖完 我已经真的绝望了 可能我到上海 然后我就 我只是很 就是还是很想念这双鞋 所以我就跟那个店员讲说 有没有你有类似这样的款 他说 你要的是不是这样 他就打开那个门 有一个白色门就打开 对 他就说 这上面有好多双鞋 他说我们只剩下一双这一个 然后我说 对 就是它 为什么你有 我都买不到 他们都说 跟我说断货 怎么样 他说 对啊 这个已经都没有货 而且这是过季的 那他们放在后面 八折 其实小NEO他们的过季上面 是不会摆出来 他都藏在一个白色墙后面 对 你现在去到每一家店都是这样 那除非你要特别跟他要求说 我想要看打折瓶 他才会把那个墙推开 所以我可以去要求看打折瓶 可以 但他不公开这件事 那这样 我们下次去小NEO的店 就是直接打开那个白色的橱柜 你不知道他在哪 你不知道 我以为他是墙壁 所以他有一个神秘的柜子 而且他是这样推 他是这样推开的 对 你们两个怎么做 都长得这样的 全世界的香奈儿的 打折瓶贵都长一样 因为他都是用白色的强度演示 他外面什么都没有 可是你知道 其实时尚品牌 真的很疯狂一件事情 就是他不管他这家店 或这个秀 或是这个鞋 或这个花瓶 是放在阿拉伯的杜拜 还是放在台北 还是放在香港 还是放在非洲哪个店 他的位置跟颜色 全部都是一样的 全世界的时尚的 统一的 全部都是同一的 这是一个时尚魔咒 好 品牌 它有一双这个金色的鞋子 这双是 在法国有一家百货公司 它的中文翻译叫做 我很便宜百货公司 但是我觉得它是 最贵的百货公司 请问我很便宜百货公司 法文怎么讲 它叫Le Bon Marche 它就是在六区那边 就是很高级的一家百货公司 但它就是叫我很便宜 然后这双是 浪漫的平底鞋 浪漫 通常只要一打折 我们这一群留学生 都会去 就是早上八点就去排队 然后就是百货公司一开 我们就冲进去 你们也是帮忙带买的 不是不是不是 是因为通常在这种 大打折机的时候 又加上观光客又加什么 一定会抢不到 自己适合的尺寸或好东西 对 所以我们就会在那一个礼拜的时候 就是累积所有的钱 或累积一年的那个 就是消费能力 都在那个时候买 所以那这双鞋呢 是它就是这样丢了乱七八糟 这样像一座山 然后一堆娃娃鞋 我就这样一抓 然后觉得这颜色很特别 然后我们就回头一看 然后想说八十块 然后通常就是留学生 所以会觉得有点贵 然后就想说八十块怎么这么贵 然后一翻过来 浪烦 然后就直接把他拿起来 被捕上了 后来我发觉它的原价 是三百八十块欧元 跟这样严 这种经验 我觉得常常有好 就会好挣扎 因为比如说一群人在看的时候 你就拿一双对不对 当你还正在考虑要不要买的时候 前面就一直就一直减少 对 然后最后你在想说 我其实不应该买的时候 就完全已经快没鞋了 你就是你如果再放回去就没了 对 然后就买了 没有 有时候你在试穿衣服 如果说我这衣服脱下来 然后就先放旁边对不对 有人拿走要试穿 拿走就做我的 好喜欢 所以八年的女生 通常这种打折戒的时候 她们是不会进更衣间试穿衣服的 她们就直接在这里就可以脱了 对 她们都直接这样 她们直接脱到鞋子什么的 包括牛仔裤也是直接这样 牛仔裤也可以直接脱 这你们没有买错过吗 有吧 有 有 我跟你说买错过真的很长 但是女生通常就默默把它处理掉 因为拿出来就是买对的 不过你们今天还是承认一下好了 我要说 我前面我承认 因为我很想要 我才 我九月份的时候去东京 然后呢 因为这个牌子啊 它在其实就是 如果朝人界的话 其实它是很红的 这是它的新款色 然后我买了之后就很窃喜 因为我那时候还换上了一下 我说哇 才七千多块台币 然后我觉得好开心 你早上回来给谁穿啊 自己啊 这潮耶 这是潮 很潮 对 都是潮鞋 是潮人界里面的路易碰的 对 真的吗 真的 这对我来讲不是潮 我是潮 我是潮 7千多块台币 然后我觉得好便宜 然后我就很窃喜 结果呢 然后我就好高兴 就说包起来这就是我的了 然后 结果他就帮我包了 然后就很高兴 因为你知道 回来之后 你还要把鞋盒什么都要带回来 这是一定要 你在日本买球鞋 还是你到全世界各地买球鞋 你记得鞋盒一定要带回来 因为这样才保值啊 然后这个 我买回来很伤心的原因是 我以为台湾没有 因为台湾也有一家它的旗舰店 就后来呢 我就有一天我就 就是逛一逛 然后就走到 因为我的工作平常就是逛街 然后每天不断的逛街 然后 然后后来有一天 我就走进这个旗舰店 然后想说一定没有 我就怀着一个很骄傲的心情 结果我看到那是什么 在柜上 然后因为他们都不标价钱 这家店是完全都不标价钱 你要问他 什么态度啊 他们 你一定要问他说 这个多少钱 他才会告诉你 然后我就问他说 我说你们有这一双啊 那这一双多少钱 然后我就很确定 你就等着他开一个人家 可是我想说 一定八九千一万多啊什么的 然后他就说 我们这一双要卖六九八零 我说 他就说 他很冷静 情境的变里变里变里 那脑边这样 红下去的感觉 好恶哦 那我好伤心哦 其实在国外买的东西也怕 就是买贵了 我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有 看吧 你还说你没有买贵 我没有买贵 他买贵而已 买贵而已 买贵而已 买得好 买得好 对 就是我一直很喜欢 这个牌子 所以 若是可以这一支表 可是我在台北又没有货 结果我就 他又开始千里追他了 这支我在新加坡找到的 你看我真的很好 算是连同刚刚那一支 就是 没有人换了 年老的一个 Data Base要很多 对 那我就跑到新加坡去买 然后买到买到时候 我觉得他比台北贵了 大概一千多块 像我们很容易失心疯 就是买太多 像我要去国外逛的时候 我一定会去逛他们的那个 美妆店 然后像是那个Sephora 他们圣诞节都会 或是我们大节日 都会出一个set这样 那像这个set 它其实才49块美金 那什么牌子 就是Benefit Benefit 那台湾其实蛮贵 它其实光里面这一个东西 有些人很喜欢用 它就要大概一千多块 就等于它一个set 它这个等于它一个set的钱 你说要不要买 可是在国外这样的东西很多 当然买啊 对 我就失心疯会带十几组回来 可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用过 任何一组 就是看谁生日就送 因为觉得还不错 我自己刚刚看 他附一个滑鼠店 我都不知道 就是失心疯啊 可是他真的很划算 骂到了 老公